我想第一个 现在整个基隆捷运的推动 是有史以来最有进度的一个阶段 那路线的一个规划 我们尊重铁道局跟交通部专业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在这段时间 基隆市跟新北市还有包括交通部 都密集的在各个层次来进行会议 跟这个研商讨论 那很有进度 我相信最近应该就会有好消息 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想柯市长不要见不得系子跟基隆好 那柯市长自己不要忘记了 在之前他最早曾经讲过 他要把这个台北的板南线 直接拉到基隆 所以基隆的捷运怎么会是一个骗局呢 那而且如果是站在一个 大台北首都圈的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那系子跟基隆的一个发展 对台北市是非常有的帮助 那另外呢 这个基隆捷运跟这个系东线的捷运的整合 其实对未来社后地区 东湖地区 甚至是柯市长没有办法解决的内湖交通问题 都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疏解 所以我想如果今天是站在一个大台北首都圈 北北基陶的一个高度跟架构 其实柯市长不应该讲这样的话 基隆好系子好 其实台北市会更好 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没有意见 那这个我们也非常乐观 肯定跟支持这样一个构想 那我想这个最后都有赖于交通部 进一步的来协调跟整合 那我们在捷运的这个议题上面 基隆捷运跟这个系东线来整合 那我相信对整个基隆河谷狼带 从台北市的南港到系子到基隆 这些周边区域的这个民众 我想是非常的振奋 而且非常的有帮助 而且基隆人跟系子人 已经等很久了 也等够久了 我想中央有这样的魄力 愿意来支持基隆捷运 的一个计划 我们非常肯定 应该不是说两个方案 而是基隆捷运 从市长会议后的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会分两个阶段来推动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 从南港到八渡 那第二个阶段是 从八渡到基隆 我想这一部分的共识 大家非常的高 那现在也照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在前进 我想台这个铁道局 到目前为止 还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研议 并没有提出所谓的一个方案出来 我刚刚在强调我们推动是两阶段来推动 不是两个方案 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八渡到基隆 其实有很多方案不止两个 我之前就讲过平面的高价的 或者是单轨的或者是双轨的 或者是台铁跟捷运 做某种程度的一个整合 这种各种方案的可能性都有 那在未来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 都还需要专家的一个评估 那更重要的是要跟地方的民众 大家来进行讨论 像基隆的捷运的经费并没有暴增 而且基隆捷运的一个经费 就跟其他的捷运的系统来相比较的话 是非常的便宜 到目前的一个规划 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现在基隆捷运的整个的 这个系统 从过去的轻运量 升级为这个中运量的一个系统 第二个是在南港端 有两个地下的一个车站 那因为地下的车站要进到台北市 就必须从系统的这个地区 就要开始这个下地 所以这一部分地下化的经费 会增加比较多 我想这是必要的 那另外第二点是 因为现在基隆捷运跟明系线 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系统线的部分来做整合 那这部分路线增加了 当然经费也会增加 那不过再怎么样 过去在台北市建设经费 捷运的一个建设经费 大概目前一公里都要超过50亿以上 所以基隆的捷运 包括主线以及包括系统段 这个距离远远超过 大概有120公里长 所以我想这条捷运的一个建设 相对上它是比较便宜 我想中央的一个政策是非常的清楚 基隆的这条捷运是由中央来推动 所以我们基隆市的一个经费 是不需要我们来出